妳好 大家好 我是鄭佳琳 我們來自於台灣的花梅 我目前在做保險驗 我學到了很多 剛剛說假設前提的演練 還有刺感人 Meta 時間線和卓越圈 那我覺得在這裡面的時間線的調整 還有一支心對我最有幫助 是因為說我其實很多事情 可能我自己已經忘記了 然後但是我計畫心理很深層 但經過調整之後 我會比較清楚的知道我要做什麼 很印象深刻的是 明超在調完我的卓越圈之後 我兩天之內完成了主管教育 給我的競賽主管的業績 7月1號要發見 我就是想辦法把我的業績完成 所以在那之前 我主管問我按就沒有按鍵 是之後我才把按鍵完成 然後就像今天我們到一支心室 在考試的時候 明超又放那個音樂的時候 就跟明超說那個感覺又回來 而且比三十分強 沒有就想說完蛋了 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時間了 那我是不是要把時間重新分費 繼續去完成 我們會完成的事情 那當初上這個課程 是因為除了自己對心理學有興趣之外 雖然還是因為 就是覺得好像該為自己去做些什麼事啊 下決心是因為童老師的一句話 你現在都沒有做一些選擇改變的話 還是很黃金 那你以後再也永遠不會有時間來改變 而且我覺得活到一定的年紀 我再也沒有時間為自己改變的話 我覺得好像 再也沒有機會去做任何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磁場的關係 因為上NLP認識很多人連帶身邊 包含自己住院認識的護理師啊 還有我們同事 陸陸續續都有人要來上NLP 我前陣子才很認真去觀察我的孩子 然後去看我跟他們的溝通模式 我才發覺我以前是錯的 那可能是因為跟我從小生長的環境有關係 我就覺得命令是不是對的 可是事實上是不對的 那也才知道孩子都是屬定決心 要怎麼去教導他們 然後我希望我的未來可以 除了在工作上運用到家庭上運用到 我也可以希望幫助很多同事